所以稅收來超頂 這個行政員現在打算買來 一個人花現金六千塊 像財政部長所建議 批評說這是假期的 說如果真正是有假的錢 應該要去行國家的支部 不然就是把這個支部 留給怕順了 不過行政員共調說 合專民來共享 經濟成功 也是很好 政府可以用的是多少 而不是全部把它拿來 作為還稅移民 稅收超頂 行政員整個月 破壞現金六千 不過曾財政部長 所建議所跳出來批評 有計出來錢 應該要優先害賊 不然就是坐牢驚孫 在那裡會 也將炮灰對準 瑞克團隊 一直批評超頂是政府 財務管理失靈 未來如果超頂最大化 細節輸要改革 要有民進黨立委強調 破壞現金是全民共享經濟成功 蘇建榮這一張嘴 其實有時候會惹到大家 這四千五百億 的確就是台灣在整體經濟 全球超逆風的時候 結果還交出亮眼的成績單 雄正義回應 破壞現金 並不是在海水 貨人民的概念之下 是越後經濟成長的故事 跟全民黨制共享 也還說 副總統是以國安各度看 國際經濟所做的政策選領 民眾還未拿到六千塊 不過超頂稅修 應該怎麼用 已經可以去國際討論 記者綜合不得